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我们今天主要去聊聊关于现在在加密货币圈里面 人们去接受加密货币购买礼物的地方 那他主要讲的是在今年的圣诞节的时候 很难不注意到那些新兴的购物趋势正在兴起 在零售业中,使用加密货币不再是一个一些科技爱好者的一些专利 他们正在象征着一种主流的现象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来去接受加密货币作为一种付款的方式 在商店中不断的涌现 从你最喜欢的小玩意儿,豪华汽车 再到你的身边,为你的家人去挑选圣诞礼物 这些地方让这些大型的购物行为感到迈向的未来 因此今天我们就去深入的了解一下关于加密货币 不仅改变我们的投资方式,而且改变了我们的购物方式 那跟大家讲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先去考虑的是说 派币,派币一直都在去给大家讲述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以后呢,它是作为一个易货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作为一个外补山社交论坛形式的一个加密货币 但是它最早的愿景当中是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通用加密货币之一 那在通用加密货币之一呢 你首先就是说日常的应用 以及购物啊,以及买卖了,提供服务了 或者说你说给别人打赏,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派的项目方提出这个愿景的时候呢 很多的社区里面的人都热血沸腾 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3年,马上2024年呢 它的这个愿望呢,确实在逐步逐步的实现当中 但是呢,看见一些成熟的加密货币已经开始看中了购物的这一块市场 所以说他们已经开始去布局了 那今天要去给大家分析呢 并不是说哪种加密货币去进行市场上的交易 或者市场上面的购买实际产品更加好 而是说从中能够看到到 在实际的加密货币交易购物当中会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的派币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那么在所有派圈里面的先锋呢 都有着一个个人的认知 很多是单独独立的去指完派项目 其他项目他一概不问 所以说在他的世界当中就只有派币和其他加密货币 而有的人呢他既在币圈里面做投资 也在派圈里面挖矿 所以说当我们不同的人呢 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不管如何 以后派呢 他肯定会在购物这一块呢 会有着一个比较好的突破 因为我们从项目方的种种活动迹象来看的话 表明了他的一个态度 在线下实体的异货 以及线上的在线购物 都是他的一个推崇 那么现在呢 有加上了说他的一个路边论坛 那所以啊他这里就打通了线上的电子商务 以及线下的实际购物 还有社交这一块 那好 我们先去看一下关于传统的加密货币 他们在市场上面是如何去做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接受加密货币的市场之一呢 有一些品牌 他们是专门在线上做的一些门店 那么专门去销售电子产品和计算机的零件 他们针对于科技爱好者 吸引他们来对于加密货币的友好 然后通过他们的网站呢 可以去支持所有的产品的加密货币支付 接受一些代币 包括说是比特币以太坊 这呢使他们希望成为那些科技电子商务领域的 加密货币购物人的显著选择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希望去通过加密货币购物的话 可以到他们网站去购买一些电脑等等的一些配件 那当然他这里呢 产品肯定是比较单一的 就是只是电子产品 或者说是计算机的零件 那么好 关于另一块呢 就是关于在提供一些比较广泛的产品 那包括说是家居 那么还有说是装饰用品 床上用品 服装 珠宝等一些潜在的礼物 那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家公司呢 它是接受多种加密货币支付 不仅仅是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些头部的加密货币 从而呢 它也支持其他加密货币 所以说它的这个商城呢 是比较脱运而出的 那么在以后的实体店当中 比如说 如果说你的店铺 如果接受加密货币的话 那我希望的说 不光是接受派币 是吧 你还可以接受其他加密货币 那这样的话 对你的生意来讲的话 可能有所好处 那当然在中国区周围 可能会区别对待 中国区呢 因为它对于加密货币呢 它是非法的 那如果说你这样去做的话 很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然后关于这点 我们讲完之后 我们再讲一下关于市场上面的 那自从2018年的时候 推出了加密货币商场 已经在125个国家地区展开业务 他们以其种类繁多的产品而闻名 除了一些小玩乐之外呢 还可以购买一些 他们旗下的南部经理呀 还有关于劳力士呀 这些比较贵一点的东西 而这些人都带有他们持有的加密货币 而这些人都带有他们持有的加密货币 该公司还承诺 有一定的现金返还系统 还可以购买转化为积分 随后呢 可以兑换出更多的加密货币 他们还有一个联盟计划 以便用户呢 可以去与朋友分享他们的发现 那当然这个分享发现 就有点类似于Pi Network的这个商业大使呢 你去推广别人 再使用Pi Network作为一个收付款的方式 那当然Pi的一个奖励 是Pi币的作为一个奖励 而它这里呢 是转化为积分 积分呢 可以转化成其他任何的加密货币 而任何的加密货币呢 就可以转化为现金 所以从实质意义的这点来讲的话 它这个推广呢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因为是真金白银的钱嘛 那好 关于这家零售公司的我们讲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关于其他的 还有呃 这个电影院是吧 电影院也是可以支持啊 像比特币啊 以太坊这些 主要的主流加密货币去进行支付的 那还有什么 关于一些品牌购物的 还有一些度假酒店 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加密货币去支付 但我们上面去看了这些加密货币支付的时候呢 发现了啊 比较多呢 是支持比特币和以太坊 那有的呢 他是支持其他的山寨币 但是呢也是指的是前50名以内的山寨币 所以说呃 在整个的一个支付环境当中呢 支持的币种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主要的还是以比特币为以太坊为主 那么在这些支付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那么这些注意事件呢 也应该套用在Panetwork的线下支付 或者Panetwork的购物方面 因为Panetwork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进行线上义务或者线下义务 那好 与加密货币市场打交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那么以及注意一些事项 要做的是什么 要做研究 在接受比特币或者其他加密货币 在线商店去支付的时候 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商店的信誉 和他所使用的加密货币的稳定性 那这里面呢 我们要考虑到说 哎 这个商城 那在派了里面讲的是这个生态 是吧 那这个生态或者这个商城 他靠不靠谱 他的这个信用度高不高 我们去付过去款之后 他会不会把我们钱扣了之后 不给我们发货 是吧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是关于波动性的 了解加密货币的波动性 因为价格呢 可能会出现迅速的波动 从而影响你实际购买的价值 那比如说比特币啊 他最高的时候和最低的时候 相差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你转化成相等的法币的时候 那么他的购买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考虑他的真实的一个价格 而不在派币这里面呢 好像这一点会被大家给忽略掉 因为派兰他没有上公开线的组网 他就没有一个市场上面的 二级市场指导价 而只有商家与购买者之间的一个定价 大概就是说 你觉得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的一个契合的价格就可以了 那么而不受市场上面的一个约束 没有一个对比 或者没有一个参照 大家觉得你亲我愿 那么好 这笔单子就成了 所以说这一点呢 还是派币和其他加密货币有所不同 等到以后真实的去公开性组网之后呢 那么我相信派币呢 也会去参照于二级市场的一个价格的 那好 关于第三呢 就是要做到钱包的安全 要确保你的数字钱包的安全 选择具有强大的安全的数字钱包 以便呢 安全的使用加密货币进行购物 那在这一点呢 我们在加密货币圈里面呢 使用比较多的 像小狐狸钱包 像OKWeb3的钱包 还有一些TP钱包等等是吧 那这些呢是在一个不固定的钱包里面 去可以存入非常多的其他海量的加密货币 而派币呢 有所不同呢 就是说派币的钱包 它就使用到派钱包 那么派钱包里面的使用起来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所以在派券里面做派币的一个交易 或者做派币的异货呢 就相较于其他的加密货币 要简单的多 那好 关于下面呢 就是说要去做好记录和保存 要跟踪你的一个交易 维护记录 对于你支出和税务至关重要 那这一点为什么要说 这个最后一点是你的税务至关重要呢 因为你去交易的时候 就其实产生了在线下的一个商品当中 它就会产生税务了 如果说你的这个加密货币 在一些合法的国家 或者说是有一些相关规则的国家来 你要把它给提出来的时候 那么它变成了美元 或者变成了当地的法币的时候 它就会收取你的这个税金的 如果说你不去提呢 那当然这个税金就不会产生 所以说现在目前的情况下 是加密货币 要想把它拿到你的手里面 变成法币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税务的支出的 那在未来的时候 在像某些地区 它是禁止加密货币的 那你提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变相 也就是向他人去倾销加密货币呢 而这种倾销加密货币呢 有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风险 所以说在不同的地区呢 有着不同的一个策略 而做线下交易呢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做的 那行 关于下面的一些不能做的事情 就不能去冲动购买 使用数字货币购物的兴奋呢 不应该凌驾于谨慎支出的决定之上 就是说你不要说 为了我体验这个新兴的东西 我就去盲目的去支出了 是吧 那好 关于忽略税务的影响 那这里还是继续的去强调说 不要去忽略税务的影响 在许多的司法管辖区使用加密货币购买 可能会引发税务的事件 那我们昨天去给大家讲的那些国家当中 哪些国家是合法的 哪些国家是非法的 哪些国家是制定了相较比较完善的法律准则的呢 那么这些都要根据你当地的一个法律条款去行使了 如果说你违规去避税 或者说你违规就不报税的话 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那好 关于一些忽略的安全性 不要在安全性上面做出妥协 在交易的时候使用不安全的网 可能会导致你的数字资产被倒 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 就是说你个人的这个助记池 你的施药 还有说你去连接到网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那好 第四呢 就是说不忽略退款的政策 不要去忽视零售商的退款准则 与传统的购买相比呢 某些地方可能对加密货币购买来 有不同的退款政策 那其实在我们的派币上面 已经也是遇见这样一个问题的 那所以派呢 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政策 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加密货币的 正常的传统加密货币交易过程当中呢 人们也在提醒啊 不要忽略这些政策 每个人呢 或者每家商家 他可能会制定不同的政策 或者每一款加密货币呢 他的购买的时候 有着不同的政策 一定要询问清楚 尤其是在线上的时候 因为他中间你去购买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产生了费用了 比如说他发货啊 比如说他人工工的费用啊 是吧 你再去退货的时候 所以说中间 这个是怎么去协定的 一定要协定清楚 然后关于第五就是 不要忘记钱包的详细 永远不要忘记你的钱包的凭证 无法访问你的数值钱包 意味着你即将会失去你的资金 所以请记住呢 虽然使用加密货币购物方面 在购买礼品方面 非常大的吸引力 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创新 感觉比较迟茅 但始终要考虑安全方面 去做到尽职的调查 那好 在这篇文章当中呢 他是使用了传统二级市场里面 已经上线的加密货币进行购物 那么他去购买圣诞节的一些礼物啊 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些 我们应该做的和哪些不应该做的 这里面和派呢 是非常的启合的 以后我们这些派有去购买商品的时候 或者说是购买其他的产品的时候 也要按照这种方法去审视一下 自己的派币的付出 是否是正确的 是否有没有去做好一些避免性的错误 那这些呢 都是需要我们去规避的 加密货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像比特币以太坊呢 他们的支付过程呢 他们的盖使费其实蛮高的 还是使用他的过程当中 人们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担忧 担忧的就是说什么 在付款的过程当中 他的确认时间会比较长 另外一个呢 中途去给出了一个盖使费呢 也是非常的高 那如果说你买的是一些小玩具 你的盖使费已经可能超过于你购买的一个本身价值了 所以说这就得不偿失 那么所以在现在的加密货币当中 如果说你是使用到派 也使用到其他加密货币呢 那确实在购物方面呢 派币呢 要比以太坊 或者说是比特币呢 要做得更加好一点 首先他第一个就是确认的时间呢 更加短 他交易的费用呢 比较的低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关于他的价格呢 不像市场那么波动更大 那当然最后的这一点是强加上去了 因为他市场上面波动更大 是因为派币 他现在没有资格去和市场上的一个价格 因为他没有开放式主要嘛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派币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在购物这块呢 他如果说以后开放式主要之后 价格趋向于稳定的话 他购物这块确实还是一大亮点 那好 这来就是关于今天要去跟他分享的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的仅仅是来源于 我们对于这篇文章的解读 那么去契合派 去做了一个对比 如果说你对以上的解读当中 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